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就已经登陆月球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今天老王就来给您说一件怪事 也算是一桩奇谈怪论吧 是真是假 您听完了自有分晓 最近旅居美国的保加利亚级 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特里斯斯基和他的研究团队 经过几十年的调查 公布了一份调查结果 他们断言纳粹德国在1942年就登上了月球 随后在月球上建立了秘密的纳粹基地 更有甚者 他们还拿出证据表明 纳粹在1945年实施了远征火星行动 特里斯斯基说 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制定登月计划 以为万一战争失败 能够把纳粹流亡政府迁到月球上 而且还有证据表明 说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不明飞行物坠落在德国境内 因此纳粹很可能和外星人达成了某项协定 获得了一些先进技术 从1939年9月二战爆发起 纳粹科研人员就在森林密集的凡尔赛区建立起了登月基地 培训宇航员 到了1942年 纳粹德国就已经可以利用两架大型碟形飞行器开始登月行动了 这种碟形飞行器直径在15米到50米宽 可供实名宇航员活动 飞行器里还安装了星际探测车 在研究报告中 特里斯斯基的团队指出 月球背面其实拥有一个具有大气层水和植物的特殊世界 人类在那儿不需要太功夫 就能够在那儿轻松地行走 美国航空航天局刻意隐瞒了很多真相 目的是排除第三世界国家对月球的探索 其实月球有一部分地区的物理状态 可以使人类很容易地就建立起一个月球基地 在月球上的这些某些特定区域 人类只需要穿上一件毛衣 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 就能够自由轻松地行动 特里斯斯基说 1942年纳粹德国首次登陆月球成功之后 接着就在月球上实施了地下隧道开挖工程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一个小型的纳粹研究基地 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起来 1944年 纳粹德国使用两架粒子驱动飞行器 向月球上运送人员 他们还在月球上首次使用了机器人来建设基地 1945年5月 纳粹德国战败投降之后 残余的纳粹分子逃到南极深处一块名叫 新师马本的地下基地 继续同月球上的纳粹研究人员保持联系 特里斯斯基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苏两国竞相对月球展开研究的时候 他们发现月球上有一个神秘的人类基地 这很可能就是纳粹在二战期间建立起的月球基地 据说 在几十年的寻访研究过程中 特里斯斯基还得到了一部 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德国纪录片 名字叫《极北之地》 这部纪录片披露了纳粹德国 在战争末期设计出了 豪布尼三号飞行器 这是一种直径是74米的飞行器 以实现登陆火星的梦想 这个豪布尼三号外观看上去 特别像飞碟 而且这种飞行器使用了更为先进的粒子驱动器 后来随着盟军攻入纳粹德国本土 这个豪布尼三号就提前于1945年4月起飞 飞往火星 据调查显示 说当时豪布尼三号上面有几百名乘客 这是由于飞船内很多设备都需要有人工操纵 有点类似于德国在二战期间的U型潜艇 据推测 豪布尼三号大概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才飞到火星上 纳粹德国宇航员在寻找合适的登陆点的时候花费了一些时间 1946年1月中旬 豪布尼三号这才在火星上着陆 但是由于着陆的时候不小心碰撞到了火星表面 飞行器无法正常工作了 而且火星上的环境是异常恶劣 至今仍然不清楚那些宇航员是否活了下来 特里斯斯基推测 这些人可能携带有高级生命保障系统 不过他也认为 这些宇航员在火星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并不高 无独有偶 从业多年的法国两个新闻记者路易斯和雅克 也论证了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 同某一外星种族有过接触 外星人透露给了纳粹分子一些先进科技 后来二战结束之后 知情的纳粹科学家被撤往南极深处基地 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段时间 美国蓝皮书计划负责人爱德华·贝鲁尔特空军上尉 在1959年写给五甲大楼的一份报告得到解密 这份报告中他是这样写的 二战结束时 德国的一些先进战机和制导导弹正在研制过程中 这些东西大多属于初始阶段 还没有用于实战 但是他们的叠形飞行器科研水平之高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 令人瞠目结舌 后来从战后收缴的德国党卫军大量设计蓝图和草稿 让人大为震惊 这些蓝图和草稿显示 仅在1934年到1940年期间 纳粹德国就陆续制造出了至少七款飞碟样机 最后的一款型号飞碟在短短的三分钟时间内就能够飞到15000米高空 平均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200公里 同时它还可以悬停在空中 无需拐弯就能够继续向前或者向后任意飞行 不过后来在二战结束之后 研制飞碟的布里拉斯工厂落到了苏联军队手中 而飞碟发明者贝格尔等人 也为了逃避苏联人的追捕逃到了美国 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则下落不明 还有研究人员说 有一种传说说希特勒在盟军进攻柏林的时候 没有自杀而是潜逃了 潜逃的地方有一种说法是在南美 说南美有很多纳粹余孽 不过还有一种更邪乎的说法 说他是逃到了南极 在南极的地下做了一些基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飞碟 实际上就是德国造出的飞碟 他们霸具南极一角 企图继续与人类为敌 二十世纪下半年的时候 有一个奥地利人索德尔 在他写的《飞碟纳粹的秘密武器》一书中 就爆出了一个类似的消息 书中宣称 在柏林陷落的最后时刻 基特勒并没有服毒自杀 而是和他的最后一支部队登上潜艇 逃到了阿根廷 然后辗转来到南极 一个通往地壳深处的洞穴建立了飞碟基地 亚历安城 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 盟军在受降德国海军时 吃惊地发现 有54艘德国U型潜水艇 和6000多名技术人员 以及科学家 竟然从纳粹的海军中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那这些潜艇究竟去了哪儿 他们是否在秘密运送 某些绝密的研究成果呢 美国军方推测 纳粹德国很可能 在某个神秘的地方 建立了秘密基地 纳粹德国这些科学家和潜水艇 极可能是被秘密转移到了南极 好了